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现在的直播 什么短视频市场 红红火火 确实也是这样 搞得也是反正你要打开电脑 手机什么的 还要满屏都是 我看这个点击也不错 我也知道中国大陆 这个网管办很厉害 跟城管是差不多同样等级的 城管好像现在被中国大陆取消了 网管还在 那么说些什么 你要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好 那肯定通不过 你要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 我们心里也过不去 我们实事求是的假 这个可以 那么我就把我前两天 在直播里面说到的一个事 我重新说了一下 就是关于什么 就是关于两个半月 一帮流氓畜生到我家门口来 跳大绳的事 我说这个可以说 而且这个故事说了之后 还可以反乘 你看西方的月亮 不比中国圆 至少是两个一样圆 是吧 从导向上面来说 没有问题 结果 我制作好了以后 往视频网站上一放 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视频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五六个月之前 写文章得罪了一个红通逃犯 也是一个准黑帮的大佬 结果这个人就出了点钱 雇了一些人 男的女的 胖的瘦的 黑的白的 长的矮的 然后这些人 多的时候几十个 少的时候七八个 就到你家门口来堵门 给你来搞海外二次文革 那么这些政杖 我们真的是以前没见过 说到底呢 这个因为人家出的是钱 等于就是你帮他们 这个让他们打了一份工一样 所以天天早晨六点钟 一直到下午都四点钟 这个每天不拉 风雨无阻 天天来 那把这个邻居搞砸了 也把自己的生活给搞乱了 那怎么办呢 那赶紧警方啊 警方倒是还是 说到底还是出警 还是蛮及时的 就是呢 没有办法制止他们 虽然他们又吵又闹啊 什么东西 那警方说呢 这个事情 我没办法叫他们走啊 因为他们 这个 没冲到你家去啊 是不是 我就奇怪了 这个民主法治 给的这帮泼皮了呀 对不对 没有任何理由 我不认识他们 然后天天到你门口来耍无赖 调大神啊 那我说警方 你得想点办法 你不然的话 叫我们怎么弄呢 所以呢 我专门到警察局 麻烦你们帮我问问 这些人都是哪地方来的 警方说 这不行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那你到底是哪地方来的 到底是什么名字 我们总要了解吧 我们知道这些人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劝说 不行 我们不负责这事啊 现在是平和的啊 好了 警方没辙了 那怎么办呢 后来呢 发现了这帮人呢 越来越起劲了啊 因为拿钱的嘛 哎呦嘛 我是被民主自由给坑了呀 是吧 他们有这个权利 那你也有这个权利 可以到大家门口去闹啊 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一搞就搞了大半月了呀 这怎么办 天天这样搞 后来呢 我们又到警察就去了啊 说这个 警察叔叔 你得想个办法 他们天天来啊 他们都是啊 这个拿了钱来上岗的 你们得想个办法 这样吧 你们到法院去开个禁制令 这个禁制令呢 就是要法院 要有一个充足的理由 让这些人离开啊 是由法院开局 你们只有到法院去开了禁制令 我们才能叫他们离开 赶紧到法院去开 到了法院 表哥一拿过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叫什么名字啊 这事完了 还是要回到警察局 继续去请示警察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麻烦你们去 把他们的这个身份讯息 要一要 哦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 没有这个权利 那你们什么时候 有这个权利 只有当他们啊 危及到你们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啊 我们会及时出面 把他们 开什么皮玩笑啊 要等戏闹大了啊 到高潮了 你们才出现 这种事情嘛 在中国我们也就是 三分钟的事情了啊 说三分钟稍微快了一点 三十分钟解决的事情 你说有几个人啊 被那个当地的什么人雇佣了 到你家门口来嘛 又吵又闹 你说派出所第一时间就出马 是吧 派出所不出 聚委会也来 聚委会不来 小区里面的物业管理的人出面 物业管理的人不出面 周围的革命群众 站出来啊 你们 给我滚 马上挥溜溜走 是吧 如果真的是要事情到的当事者 必定啊 主谋者 扭送当地派出所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怎么会在你 家门口呢 一搞搞搞搞很多天啊 啊 一共搞了多长时间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一共搞了 两个半月 最后你知道怎么 最后是结束的吗 最后是 那帮人啊 在那里拿钱啊 天天来啊 然后呢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 到我家来 结果呢 把我朋友给打了 啊 无辜打了 朋友一句话没说 就到我家门口来 被他们打了 到这个份上 警察及时赶到 把凶手给抓住 抓完了以后 过两三个小时 就放 放完以后告诉我们 三个月以后啊 开庭啊 你看看 本来完全可以制止的 一件事情 一定要弄成血案 警察终于出手了 开什么玩笑 啊 那么说到这件事情呢 我还跟大家说一件事 以前我在唐人间开个店 那么唐人间的这个治安也不太好 呃 经常有有小偷啊 什么啊 那么有一次呢 我看到 哎呦 贼又来了 啊 以前偷过我们东西的 又来了 来了以后呢 呃 这个在里面转悠了 啊 在转悠 已经开始拿东西 那我就赶紧啊 这个 拿出这个电话 还转到 靠近门口的地方 因为让他 你们在折腾啊 对吧 我怕他听到啊 啊 赶紧跟警方联系 警方联系 赶紧说呀 啊 警察 估计是见怪不怪 啊 听到这个事呢 马上啊 他就问你 男的女的 男的 长发短发 长发 眼睛什么颜色 蓝的 皮肤黑的白的 黑的 身高多大 没凉 哎呀 穿什么衣服 灰色的 戴没戴凶气啊 不知道 好 我们马上过来 好 哎 哎 哎哎 别来了 跑了 你看看 这种事都有啊 啊 所以 任何啊 社会制度 都有他不完美的 好像没什么毛病啊 我就觉得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中国大陆的这个 管控标准是什么 是吧 哎 既然通不过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 截掉了百分之 差不多八十 剩下一分钟 就留下那唐人介 遇到的那个 啊 小偷之后 跟警察叔叔 报案的这个情况 结果一放上去 又没通过 我真是搞不明白了 啊 当然了 呃 这个从中呢 也可以反映出呢 其实 你要深入的 你作为一个 比如说 你想表达一个啊 比如说 某某某一种 这个真情实感的话 你如果不按照 他的唱本去做 其实 我觉得作为一个 发布者 频道主 其实内心 也是很委屈的 那么同时呢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担心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你到时弄到最后 你其实就是 整个的啊 这个内容的 这个题材方面 就会很单一啊 最后呢 就形成一个模式 就是唱歌 然后呢 就讲一些婆婆妈妈的事 啥事都不能讲 那么海外的事情 可以说 你就不要涉及到警察 政府啊 什么突发性的事件 讲什么呢 房子多少钱买啊 海外华人啊 那些啊 婚姻状况啊 最好是讲一些海外华人 天天思想心切啊 每天晚上就在家里 被窝里莫泪啊 然后呢 走到唐人街 看到这个国旗 中国的国旗之后 热烈盈眶啊 那这些东西呢 我告诉你 也不能说 不可以反应 但是题材要广泛嘛 哎呀 所以又 这个我觉得好多事啊 那个你深入的去了解之后 就发现 其实很难啊 哎 我最近我也听到 有一个我的朋友 也是在那里做那个 中国大陆的那些视频啊 什么 哎呀 也是 他说放上去十个 八个都被枪毙 那个他还是 一直爱党爱国的 哎呀 这也不是我操的心了 用粉红的话说 怪你个屁事啊 你又不是中国人了 啊 不操心 不操心啊 今天 你看今天又操心了一把啊 好了好了啊 下不为例啊 下不为例啊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你 我先去看你了